接著吉米教大家怎麼樣來安裝Windows XP 首先執行Pyro之後我們點選這一個 這個時候我們要把原版的光碟放到我們的 那個光碟機裡面Windows XP2 或者說你已經在BookCamp裡面做好你的系統 你可以直接從BookCamp來 那我們今天選的是從Windows XP的DVD上面來做 對CD上面來做 那由於我們 基米這邊示範的是我今天稍早為了速度 我已經把光碟片做成了Image檔 所以我直接選Image檔就可以了 好 直接選Image檔 直接選好ISO檔 好 然後繼續 這時候它會自動盤斷 然後我們放的光碟是Windows XP 好 所以我們就需要輸入 我們的使用者名稱 還有公司名稱 當然最重要的是Windows的那個序號 然後按下一步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給它命名了 Windows XP Test 安裝的位置 Redirect Sharing 它就會把使用者目錄跟Mac目錄 這個一樣是選的意思是說 將Windows的使用者目錄跟Mac的使用者目錄結合在一起 意思就是你可以用同樣一個文件夾 同樣一個圖片夾這些的 或者說都不要分享PC歸PC Mac歸Mac 那接下來按Create就可以開始囉 好 接著按開始 進行安裝 好 接下來你看到的呢 就跟一般PC開機一樣了 好 這個就是目前機密所擁有的Virtual Machine 一個是之前已經做過的 現在是 安裝 TEST 好 開安裝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中間的螢幕當然就是PC畫面 跟我們 一般這款PC一模一樣的畫面 唯一的差別它是跑虛擬機器 好 那下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圖示 第一個 這是鍵盤 好 已經接上了 USB Connector 那這跟虛擬機器跟真實機器的差別 差別在於就是說 虛擬機器 你當你的設備裝上USB之後呢 它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讓你選擇要不要來啟動它 好 你一啟動它就會被拉到PC來 不啟動它它就會留在Maker的地方 Maker系統上面 好 它會我們要不要分割硬碟 好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它有一些Preset 自動自作 所以我們就是放著讓它跑就好了 好 有沒有看到喇叭什麼音效卡 這邊在閃上閃就表示 它正在協助硬碟 好 Share Folder的模式 好 然後當然有一些獨特的 這些Preset 的Tool 還沒有安裝 那當然要等它安裝完之後才有辦法 好 這個是把它縮起來的選項 好 那這是顯示模式的選項 所以顯示模式呢 基本上幾個 第一個是圈螢幕模式 我又給大家看 全螢幕模式 好 你目前看到就是全螢幕模式 你要返回來的時候 你就按這三個鍵 Auto Comment加Return 來切回來 好不好 有沒有 這是全螢幕模式 Auto Comment加Return 加Enter 好 或是打 好 回來了 好 中間才是 怕跑它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上面 好 這個Pyro的這個基本的設定 好 檔案開啟跟 關閉 那最主要是View的顯示模式 有幾個 我們之後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好 然後當然還有所謂Screenshot 好 或是說是Make a clip 這幾個慢慢跟大家分享 然後還有虛擬機器的設定 呃 休眠跟關機 或是重新開機 啊 或者是 建立一個 Snapshot 就是類似 呃 以前我們在玩Ghost一樣 把這個最好的狀況給儲存起來 叫Snapshot 好 或者是說是一些可以Configured 它的 我們要給它幾顆CPU RUN要給多少 好 這我們稍後再來介紹 好 我們等它灌完再做囉 所以 這個意思就是 大家看到這邊的意思 就是說 我可以同時建立很多組的 Virtual Machine 虛擬機器 比如說我們今天 現在已經建了兩套的Windows XP 你可以再增加 好 再新增一個 Windows 7 或是Windows Vista 或是Linux 或者是其他任何作業系統 你想要在Mac裡面玩的 就透過這種 虛擬機器的方式 非常是實在是太好玩了 你可以裝太多東西了 好 機密之前 在測試主機的時候 就是透過這個來裝了一堆 Linux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一些作業系統來試 到底合不合用 就是透過這種虛擬機器來跑 好你看它已經進來了 再做最後的安裝了 好這個跑完就可以跑了 很方便吧 那同樣這個時間呢 我還是一樣可以繼續做Mac的事情 好 譬如說 你看我們可以繼續開法拉里 只要發育出來逛 逛我們的網站 好 回答我們的訊息 好 好 回答我們的訊息 好 或者說是去看 推特 看 Facebook 好 都是這樣子 好 還是它跑它的 我做我的 好這個就是 呃 現在 intel的Mac 最大的優勢 最好 最強的優勢就是 它除了可以讓你跑 Mac系統之外 還可以讓你跑PC 甚至Linux 甚至其他的 呃 的作業系統 在同一個時間下面 好 在同一個時間 好 我們就讓它安裝吧 所以也就是說啊 在這個框框裡面呢 就是你的PC 基本上要怎麼做 怎麼弄 安裝Driver 安裝什麼軟體 安裝Office 什麼的 就跟你以前 所做的事情 一模一樣 好 所以說呢 中間這裡面 要怎麼安裝 Office 安裝軟體 這些動作 怎麼設定這些動作 基米就不多做介紹 因為你已經很熟了 好 基米今天 今天只會介紹 怎麼樣來使用這個軟體 在Mac上面 讓你更方便 更好用